一周一书 永不忽书 请给我15分钟 看我为你精读这一本书 并找出三个学习终点 跟三个活用观念 外加可能影响一生的一句话 来 各位网友 大家晚安 我是颜长川 你们可以叫我Yang 或者是智慧老人 这是我们2019年读书V计划的第八次的播出 那上个礼拜我们顺利完成我们的播出之后 有个网友就是跟我提出一个问题来讨论 他说我们上个礼拜有谈到回归第一眼里 这样的一个概念 他认为我们用找回初心 这两个字他听得蛮有感受的这个初心 他非常有view 然后我们又用到用网络行销的最新的概念 所谓的UI跟UX 那这个也非常的buy in 然后我们甚至有谈到所谓找出消费者的痛点 然后把痛点变成爽脸王 那这样就可以解决一切问题 我很高兴我们这一位网友能够提出这样的心得来分享 那其实他这个观念是我们上个礼拜在讨论这个bank 4.0 所提出来的 那我记得我们最后这本书最后一句话是英文是这样子想的 是banking everywhere never at a bank 翻译成中文就是金融常在银行不在 我想这句话对金融从业人眼应该是有相当的警惕 我希望大家都能够从上个礼拜这本书获得这样的启示 这个礼拜我为各位惊险这一本新商业模式的思考 ok 所以从书名看得出来应该有三个问题值得检讨 第一个这是新的 所以商业模式不断在欢心 每一个各行各业都在找新的商业模式是什么 第二个问题是什么叫商业模式 严格讲起来这个定义非常的拗口 那如果我用通识的一句白话 所谓商业模式就是这一家企业到底透过什么方式去赚钱 如果再用专业的术语的话 就是如何把满脑袋瓜的一些想法创意把它变成现金 也就是如何将创意变现这样的一个新的说法 那第三个问题就是思考 所以显然这是一个思考的纪事问题 所以我想我们今天要提出所谓商业模式这个概念 就是商业模式其实在五十年代就已经提出来 经过四十多年到九十年代才风行以各行各业跟职场上 所以我今天选这一本书来作为我们这个礼拜的主题 主要的目的就在这里 OK 那这本书的作者是大名鼎鼎的大钱研一先生 他是日本早稻田大写的工学MBA 那东京工业大写的研究所 然后又到美国MIT去得到博士学位 那大钱研一先生在1972年就近日世界顶级的所谓的 Mackenzie顾问公司做顾问 所以1972年进去 在1994年就离开 所以大概经过二十二年的这个训练 所以成为freelancer 那他用建言者的身份活跃在世界各大国家跟企业中 那深受各界的欢迎 我记得我们台湾那个银眼梁先生 或者是黄奥雄先生 都可能跟他有非常好的一个交往 那大钱研一先生通常都是用全球的观点 还有大胆的创建著称 那持细他会持细提出很多创新的建议 而且他的著作因为他可能有一个team 所以不断的都有新观念产生 所以非常优秀的一个这个管理人员 他大家公认他可能点起来是世界五大管理大师之一 所以地位蛮崇高的 他又喜欢论趋势 所以又有趋势专家的雅浩 OK 所以他在2005年 他就创立了所谓的商业突破大协研究所 那这一个应该是首开日本的MBA的课程 透过演技教学这样的一个先河 那在2010年的时候成立商业大协的经营学部 他并担任校长 他这个目的就是要倾全力 来培育未来监护日本重则大任的一个人才 OK 那我只是为各位精读这一本书之后 那因为他是论到所谓的Cate Study的这一种技术 希望能够透过Cate Study找到Business Model 那他因为22年McKenzie的训练 所以我姑且把这一种方法 叫做所谓的McKenzie的这个个案研究的方式 三个学习点可以值得我们学习 第一个是现在进行事 那大潜盈先生发现 这个如果Cate Study不是用现在进行事的这一种课题来处理的话 那个意义就有点湿气 他个人认为 所以他观察起来 哎呦 现在很多的商学院在讨论的个案的时候 还是都是还是用那一些跟不上时代的一些问题 即使是Stanford那些甚至是Huffle 都还是以很老旧的个案来进行讨论 他觉得这个这一点应该是应该加以改善 他认为其实很多人对这一种老旧个案都看太多了 而且也看腻了 有没有新的个案 新的个案就是所谓的现在进行事 哎 我觉得这个不愧刚好是行家出手 一开认就非常好的一个学习点 第二个学习点是以当事人的身份 哎 那这一点更重要 那大潜盈认为 个案研究应该要用当事人的身份 用心去思考 所以他常常问我们两个问题 如果你是这一家公司的董事长 你要如何解决公司所面临的问题 或者是如果你是一位经营者 把自己的地位提高 从管理者提高到经营者的角度 那对这一家公司的企业 你要做如何的判断跟劫测 哎 我觉得这两点还蛮实际的 所以他建议彻底投入这样的一个课题 可能有助于你经营的思考力跟判断力的 这一个提升 这个是第二个学习重点 当事人的身份 第三个学习重点要用一讨论来激发构想 那大前言先认为个案研究 经过一番苦思之后 站在经营者的立场 你一定要勇敢的提出自己的这一种结论 然后过程中可能会有很多的讨论 然后反介意见当然也会多 你可能都要接受 经过这样反护不断的训练的话 就可能可以蒙练出你解决问题的这一种能力 那用这样抱着这样的心态去挑战各种课题的话 你的经营力可能会随着提高 OK 所以以上三个学习重点 那个现在进行是当事者的身份 还有一讨论计划过想 希望这三点能够协助各位对Makensie 4的个案研究 或者是如何用Makensie方式找出商业模式 有所帮助 那我替各位主席进入这一本书之后 发现它是2017年4月出版 今年现在是2019年2月底 所以还不到两年 应该还算是一本新书 大前演艺先生定义这一本是一个创造潜新商业模式的一本教科师 是教科师级的 大前演艺先生替我们挑选了12家老牌的跟新兴企业都有的 正在经营中的这一个公司作为经营课题 所以这个有时候碰到状况是还没有标准答案的 他觉得这样才到位 那如何收集资讯去进行分析研究 下结论这一套技术的话 他就是要教我们这一套 然后他本身对每一个个案都提出所谓他自己的战略的建议 所以真的有显示出大师过人的眼光跟所谓独到的见解 因此仔细念完之后我姑且把他所提出来的这一种个案研究 第二种这一部分的话 我们叫做大前世的个案研究跟刚刚那个McKenzie的个案研究有一点差别 那这大前世的个案研究要找到商业模式 三个活用观念我觉得可以值得我们参考的 他的收集分析的模式 这是第一个观念 那大前仪建议有没有 能够经常上图书馆或者是到网路上去 从公司顾客跟竞争对手三方面去收集第一支信 那这样的话你就可以全貌很清楚的呈现出来 那他说网路资讯大多是二手资讯 虽然但是他的速度很快 所以建议我们养成礼拜六下午能够有上网的习惯 这样的话你就可以拥有所谓的ICT感 也就是支通性的感觉 那资讯的收集跟分析要同时进行 你才能够明白私信的重要性 然后删掉一些所谓无畏的自信 因此这个是收集分析自信的方法 我觉得大前仪建议还不偿失 这是他的私房菜 第二个步骤是讨论研究 那每天从各种新闻媒体收集自信 大前仪建议认为这是一个好习惯 他的方法是在看新闻的时候用自己的世界地图 所以显然那个大前仪脑袋中有一套自己的世界地图 甚至他说还有一支感应的天线 这样子的话你就可以培养出所谓的全球感 或者是对新闻的高感应度 我觉得这个第二道的私房菜也蛮好的 那企业跟业界所面临的根本问题 就是讨论研究的一个重点 我以前学过一个所谓九功德 所以这个比如说横轴就是所谓的Change 会带来挑战 而把挑战当作是机会 这就是Change、Challenge跟Chance 那纵轴的话就是Industry 还有Organization组织跟个人 所以这刚好错过九功德 这九功德能够填满的话 所有这个行业或者这个Industry的根本问题 就会凸显出来 所以这个方法九功德式的方法也提供大家参考 第三个学习观点就是要勇敢的导出结论 那这个我们一般人都会用自己的经验做判断 然后随着经验的累积知识跟着承扎 半断的选项自然会增加 然后分明用条理分明 根据事实来主张自己的判断跟结论 那勇敢提出自己的Solution 所以总之这个大前世的个案研究 它是主张以自己是当事人 然后用自己的方式思考 然后去提出自己的结论 用心大胆的去想 你就可能会看见大胆的点子跟对策 OK 所以以上这三点这个活用观念的话 希望对各位有所帮助 那大前一认为 那个Mackenzie市的个案研究 大概早点点都还是放在已有答案的过期经营案例 我们应该慢慢舍弃 然后他建议用他的方式 大前世的个案研究 他认为他最重要的一个特色 就是Real-Time Online Case Study 所以简称叫做RTOCS 这样的话你就可以在关键十个作词某种决定 所以最后总结起来这样的程序 能够一再反复的练习的话就能成为习惯 导出结论和做出判断的速度会跟着提升 所以久而久之你就可以把这个大前世的个案研究的技术协会 然后可能可以协助你找到新的商业模式 OK 所以如果要我最后总结一句话的话 那个就是人生是一连串的选择 OK 谢谢各位 以上是我们今天这一本书的一些新的分享 希望对各位有所帮助 那我们下个礼拜一晚上八点准时 还要为各位播出这一本 重新想象您的世界 OK 所以下个礼拜一晚上八点准时再见 一周一测 长眠悔测 谢谢各位